宋陈章斧 李奇 腹中著書一萬眷 不肯低頭載草碼 東門姑久 應我曹 心清萬事如紅毛 醉臥不知白日暮 有時空旺 孤雲高 長河浪頭連天黑 金口亭州渡不得 鄭國遊人未己家 洛陽行子空叹息 聞道故林 香食多 罢官昨日 金如河 這首詩的意思是說 四月南風吹 大麥一片金黃 早花未落 梧桐樹蔭已遮滿道路 早晨辭別青山 晚上又相見 出門聞馬名 令我想念故鄉 陳侯的立身處事 驚懷坦蕩 窮須虎眉 前額寬 以表堂堂 你胸藏詩書萬卷 學問深廣 怎麼能夠低頭埋沒在草莽 在城東門買酒 同我們暢飲 心寬看萬事都如紅毛一樣 喝醉酒憨睡 不知天已黃昏 有時獨自將天上孤雲眷望 今日黃河波浪汹湧連天 行船在渡口停住 不敢過江 你這鄭國的遊人不能返家 我這洛陽的行子空自叹息 聽說你在家鄉舊鄉時很多 大官回去他們如何看待你 再讀一遍 宋陳章甫 四月南風大賣黃 早花未落同音場 青山朝別目還見 司馬出門司舊香 陳侯立聲何坦蕩 求須虎眉仍大嗓 腹中著書一萬卷 不肯低頭再草莽 東門孤酒印我曹 心清萬事如紅毛 醉臥不知白日暮 有時空旺孤雲高 長河浪頭連天黑 金口亭舟度不得 鄭國遊人未及家 洛陽行子空叹息 文道故林相識多 罢官昨日今如何